蔡英文的这一番话呢 也被朱立伦拿出来回应了 她指导绿营在台北线的大票仓三重来拉票 结果呢朱立伦就抨击 蔡英文讲什么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根本就不合理 也同时向蔡英文呛瞎说 不要老想着用地方来包围中央 应该好好地思考地方怎么样跟中央来紧密地合作 加油 朱立伦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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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越生伴随朱立伦进场 指导绿营大票仓三重 我们不要义士勤态 我们不要政党恶斗 我们不要地方包围中央 我们更不要台北市 新北市 桃源县 彼此对抗彼此恶斗 回墙绿营打出的二次地方包围中央 蔡英文提出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朱立伦已两人都当过副格魁职务 反将蔡英文一军 他也是中华民国的行政院副院长 我想我们大家都要尊重我们的国号 这是我们大家所爱的国家 拉台声势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亲眼朱立伦 重新回任副主席 可以安排副主席对决党主席系码 引照下市对上市凸显民进党没有人才 是一个义务值 那就要还是要除了自己的选举以外 我们这些所有党员同志的选举我也要多多浮钱 朱立伦轻轻带过称谓问题 到时党中央布局五都选战 责任区已经划分 张全博蒋孝岩负责台北市 林峰镇负责新北市 江炳坤大台中 黄敏惠大台南 曾永泉大高雄 两人相互支援 引论对决才刚开始 已经烟消未四起 中间讯会黄敏军宣号好 台北报道